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分十秒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还是大的第二代 所以呢全台湾各地都是不稳定 尤其是午后短暂的一阵雨 常常来得急 来得非常急 然后又非常的强 昨天我大概就是在两点多的时候 那我必须要走到我的这个下一站嘛 好用走的 大概只走了五分钟的时间 我的伞还蛮大的哦 结果呢两个库管 那么整个湿到了膝盖 就知道了说那个雨势有多大哦 好还是提醒大家 那幸好我还是有带雨伞嘛 所以呢没有凌晨落汤机 所以呢这样的天气形态 是非常不稳定的 请大家注意啊 出门的时候呢 还是携带雨具 那也避免呢在 尤其是这种午后大雷雨的时候呢 那来不及呢这个撑伞呢 那那个影响就非常的大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形态 还是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呢是在60% 中南部地区呢是全天都可能有机会有雨 那最可能的时间点是清晨 然后以及午后 那么降雨几率呢也高达60% 离岛的金门马祖澎湖地区 也同样是多云短暂震雨的天气状况 在温度的部分 今天的温度呢就更进一步的下滑 北部地区白天的温度26到32度 中部地区是26到31度 南部地区是26到33度 东部地区是26到33度 那么澎湖地区是27到32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台北宜兰花莲26度 台中台南高雄台东27度 澎湖是28度 好这几天呢因为大的低压带 天气不稳定常常降雨消暑 其实我想这个有好有坏了 接着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公益指数呢上涨了554点 收盘指数是40563点 涨幅1.39% 纳斯达克大涨了401点 收盘指数是17594点 涨幅2.34%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88点 收盘指数是5543.23点 涨幅1.61% 费城半导体大涨了240点 收盘指数是5173点 涨幅4.83% 这一个礼拜呢 美国股市以标普来说 已经涨了3%了 这也使呢标普呢 它在这一个跟这个高点相比 已经差距不到3% 而且四大类股呢 都已经收复了8月2号 那一天的跳空缺口 这个都重要 好那代表的是呢 之前的那个大跌所造成的空方压力呢 那么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当然美股的大涨 其实是经济数据 那么有正面的讯息 零售销售数字比预期要来得好 所以呢 这就带动了美国呢 这个减缓了衰退的担忧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通通上涨 也带动了包括了油市的回弹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因此上涨了1.1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8.16美元 涨幅1.53%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1.2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1.04美元 涨幅1.6%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是收在平盘 而在黄金的部分 虽然衰退担忧减缓 那虽然说美国因为 没有衰退担忧 所以呢 9月的降息应该是只有一码 而不是两码 但贵金属还在涨哦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12.7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 2492.40美元 涨幅0.51% 而白银的期货呢 涨了3.95% 铜的期货涨了2.75% 把金的期货涨了1.54%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元指数 那因为呢 衰退引游暂时的消除 然后再加上 所以美国呢 虽然会降息 但可能只降息一码 而不是降息两码 所以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呢 就强谈 上涨了0.42个百分点 来到103.03 这里面呢 美元对欧元 升值了0.3% 那么对英镑其实反而是贬值的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英国的数据呢 表现强劲 所以呢估计呢 它接下来的降息呢 可能就不会这么样子的快速 所以呢英镑更强 但美元对日元呢 则是强升了1.39% 来到149.13日元 对亿美元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 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市报白色股价指数上涨了66点 涨幅百分之0.8 那北海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90点 涨幅百分之1.23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297点 涨幅达到了百分之1.66 其实欧洲股市可以看到一个就是 汉地拔葱 那美国呢大概是在9点钟左右 那么公布了它的零售销售数字 就公布完了之后呢 你就看到欧洲股市呢 就快速的拉升 所以最后的涨幅呢 其实跟美国的经济数据有很大的关系 那美股当然也是受到经济数据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的是 美国的经济数据 首先呢 一个是跟就业市场有关的 那美国呢公布的上周初次勤领事业就金人数呢 那么只有22万7千人 这比上周的23万5千人要来的少 那么也这个 但是呢比估计要增加到23万5千人呢 其实明显的要减少 而且也比上周的23万4千人减少了7千人 好所以初次勤领事业就金人数呢 下滑 这个事先缓解了市场 对于衰退的担忧 第二个呢就是零售销售数字 其实我上个礼拜就一直提醒 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更加的重要 好 结果这数字呢真的表现很好 比预期也比6月份的数字要来好 来得好 那么就月增率来说 7月比6月呢增加了1% 那么6月的时候呢 是负的0.2% 7月呢是增的1% 那这个数字呢也比预估的增的0.4% 要来得好 当然了这个数字之所以啊 在6月的时候会出现月成长的衰退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6月初的时候呢 有许多的车就是汽车零售商呢 遭到了骇客攻击 所以呢使得他们呢出现了当机就没有办法呢 销售汽车这个呢使得他们的汽车呢 影响了他们的消费力道 那这整个就在7月补回来了 所以呢连同有汽车消费的部分呢 月增1% 可是就算扣除了汽车 月增0.4% 这也比估计的月增0.1%要来得好 但是呢其实它是不如6月的月增0.5%的 另外呢我们再看到的是控制组 如果你扣除掉建材 扣除掉汽车 扣除掉汽油 这一些呢价格波动的 或者是呢那么以建材来说呢 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支出 扣除掉这一些剩下的13种零售项目呢 结果呢它发现到说 它月增0.3% 虽然比预估的月增0.1%要来得好 但是不如6月的月增0.9%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 那么美国证管会啊 这个证券单位 证券交易委员会呢 所规定的每一季这一些避险对冲基金呢 必须要提供的这个13F报告出炉了 这里面呢有一些 当然它贵关心的是科技股这一些科技公司 这一些对冲基金的动态 我们先看台积电的部分啊 那么包括了索罗斯基金 还有包括了这个知名的避险基金 Third Point以及呢那个矽股的一个知名的基金 叫做Strategy Capital 这三家避险基金呢 在第二季的时候都加码了台积电的ADR 总加码的股数呢 是达到了131万股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一些避险基金呢 是减码或者甚至于出清了台积电的ADR 其中呢包括了挪威央行出清了104万股 另外呢是Control的这一家 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呢 出清了将近40万股 所以呢那么这里面呢 包括了索罗斯基金在内呢 一共加码了131万股 而包括挪威央行在内呢 减码了140万股 所以呢看起来这个是多空交战 另外呢我们看到淡马席呢 普遍性的增加 六家知名的科技公司 就包括了微软苹果 辉达 Alphabet Meta 还有亚马逊 另外呢 桥水基金 但是桥水基金啊 它只有加码亚马逊 减持了苹果 NVIDIA 以及Intel 另外呢 最有名的是朱肯米勒 因为它从2022年底的时候就开始加码 这个NVIDIA 可是呢 反而在今年第二季的时候呢 大幅度的减码 NVIDIA 还有苹果 以及微软 那么 甚至于完全出清 Meta 它反而买进的是什么呢 它买进了这个生活必需品啊 所以呢 它的买进的状况 跟这个科技股反而是无关的 另外呢 这个巴菲特呢 它大卖苹果之后呢 反而去买了化妆品业子 以及飞机的零件商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昨天呢 引发美国股市上涨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WARMA 第二度的调高今年的财测 它的营收 优于预期 它的获利虽然减少 但是呢 也优于预期 所以第二度的调高 今年的财务预测 那么同时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成交量增加了 那么WARMA的这个客流量呢 也大幅度的增加 现在不只是中低收入的人 到WARMA去买东西 其实有相当多 比较富有的消费者 也到WARMA去买东西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日本跟英国都公布了 上一季的GDP 其实表现都比预期要来得好 那么英国呢 经济呢 它QOQ就是 第二季跟第一季相比 计增0.6% 那么虽然没有比第一季的 计增0.7%要来得好 但是呢 就上半年明显的摆脱了 2023年的衰退 所以呢 对于英国来说呢 软着陆 其实现在呢 是更加的明确了 不过这也使得英国呢 连续降息这件事情 可能变得要延后 它8月降息了之后呢 9月现在降息的几率 可能就会往下滑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它的货币会变得 比较强的原因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昨天公布了 今年第二季的 经济成长率 如果用计增换算年率 来看的话呢 计增年率是3.1% 这比预估的2.3% 要表现来得好 那更比第一季的时候 是负的2.3% 要来得好 非常的多 这里面呢 有几个因素 一个是民间投资的成长 但更重要的是 民间消费终于正成长了 那么代表的是呢 第二季呢 因为日本企业的加薪 超过了他们通货膨胀率 终于日本人敢这个消费 然后呢 同时也看到 因为日本政府的退税 对于刺激消费来看的话呢 都有正面的效应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那个经济呢 情势就仍旧是 处于一个放缓的压力当中 那么昨天所公布的 7月份的相关数据 三个数据啊 那么一好两坏 两坏的部分呢 是工业 增加值 那么年增率只有 百分之五点一 这比六月的年增率 百分之五点三呢 要来的低 也比预估的百分之五点二 要来的低 所以工业增加值呢 放缓 另外 而且连续三个月的放缓 另外呢 全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呢 一到七月 只有年增百分之三点六 比一到六月更加的放缓 那么房地产的投资人 就是拖累的主因 那么房地产投资负成长百分之十 而制造业投资呢 是年增百分之九点三 基础设施投资呢 年增百分之四点九 那么唯一稍微的好一点点的是 这个消费的部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年增百分之二点七 比六月的年增百分之二 要来的好 也比市场预估的百分之二点六 要来的好 那所以呢 房地产人就很重要的拖累因素 所以呢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七月份的七十个中大城市的房价 跟去年同期 年减百分之四点九 这个价格还在进一步的往下滑 而且一线城市呢 也年减百分之四点二 好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阿里巴巴跟京东呢 都公布了上一季的营收 以及获利 那么阿里巴巴的营收不如预期 那么获利呢 衰退百分之二十九 那么虽然高于预期 不过股价呢 仍旧下跌 另外我们看到京东的部分呢 它的上 它的营收呢 是成长的 那符合预期 而它的获利呢 年增百分之九十二 远超市场的预期 好 不过昨天陆港股的部分呢 陆股是上涨的 上升综合指数上涨了二十六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九四 深圳城市上涨了五十九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七一 而香港恒生指数呢 则是小跌了十六点 收盘指数一万七千零九十六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一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当然其实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压力之下呢 开平震荡最后下跌了 一百三十二点 收盘指数是两万一千八百九十五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六 成交金额萎缩到三千三百零八亿元 不过OTC呢是上涨了2.02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七八 那今天凌晨呢 因为美股呢 美国所公布的经济数据 表现比预期要来得好 那么激励了美国股市 也激励了台指期的夜盘 大涨了五百一十七点 等一下应该会开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